各位觀察,我是聶寶 今天來介紹日版最新的活動對決憤怒軍團四位BOSS外加一位公衛會長 這次一樣是擊倒BOSS之後獲得相對應的寶石 每一位BOSS擊倒是1000,會長打完是1500 再來每一位BOSS的血量來到了不可思議的數字是兆的等級 像我們的美空是28兆,每一回挑戰是500萬 所以需要出560萬刀,他才會死掉 因為玩家的極限刀數大約會在168-170 如果你每一刀都有出的情況下 所以一隻BOSS大概需要3萬多玩家把刀出完,他才會死掉 在活動走期間的情況下,這個條件是比較嚴苛的 由於上次王都週末決戰,我個人覺得沒有到很困難 所以這次的難度相對應會來到高一點 緊接著在三方上有提到,每一位BOSS擊倒之後會發生相對應的debuff 那如果這個debuff會讓擊倒的,就是每一回挑戰的上限血量有提升的話 那或許會增加打BOSS的速度 所以我相信官方應該會在第三第四天的時候 如果玩家參與度沒有這麼高 那可能會發生什麼額外失截,或者是把BOSS的傷害上限砍掉之類的 讓玩家盡可能的輸出,盡量打 那我相信玩家應該會先針對藍法還有美空這兩位 那早上有在PET有看到有人分享新年黑帽的隊伍 原本是放公主可可蘿在第一位,但後來他會死掉,所以我就改成倩玲 好,這次每一位BOSS的大局也算是一個亮點 那我們看到的美空呢,他會放一個小玩偶在前面擋 所以我個人覺得是蠻煩的 而且傷害蠻痛的 我自己撤下來,我發現那個倩玲的血量真的很危險 哇,可是這個血量真的是很可怕耶 我們是在開服當天的中午打開的,差不多下午時段 所以,差不多只過了三個小時 那這三個小時呢,只推進了 幾千萬,六千萬 熱門的BOSS,六千萬 那其他的話,可能沒有 好,等一下我們來關注一下 BOSS的大局 唉呀,太可愛了 整體BOSS的難度沒有到很高 唯一困難的點是 他這個血量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了 要先建立在每一個玩家都有參與度的情況下 然後又把所有的刀出完 才有可能把這個BOSS給幹掉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看到活動劇情 可能會等到 做夢的時候嗎? 可能21、22號的時候 好的,那我們成功打完一次BOSS之後呢 可以獲得這個道具 一些阿砂布魯的東西 那每次挑戰可以獲得10寶石 那再來 右上角呢 會有一個達成度 所以最好每位BOSS都挑戰到相對應的程度 那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最好每次BOSS都摸一下 OK,以上就是我們最新的活動情報 那希望官方在這個 看到我們傷害量之後呢 可以做一些 比較特別的調整 雖然說BOSS沒有很難 但是 這個血看啦 怎麼覺得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不是,這個46億阿 45億 兩隻45億 兩隻28億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好啦,今天的影片我們就用這個免費10連來做完結吧 希望可以種個 好料的 耶 泳裝讚啦 各位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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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